能够拥有健康的宝宝 相信是所有的准爸爸妈妈们最大的心愿了 如果还能够减轻一点生孩子时候的痛苦 那再好不过了 如今在英国 用催眠术来减轻分娩时候的痛苦 已经是悄然流行起来 据说下午夜将会临盆的英国王妃凯特 也会考虑尝试这个方法 安静地躺在地板上 渐渐进入睡眠状态 准妈妈们正在课堂上练习自我催眠 通过催眠术可以在分娩时减轻阵痛 而不需要借助药物来缓解疼痛 而将于下个月分娩的凯特王妃已经确认在圣玛丽医院进行生产 这家医院是英国两家提供催眠术分娩服务的医院之一 有消息称希望能够顺产的凯特也在考虑采用催眠分娩 并正在阅读相关资料 凯特的不少朋友都选择了这种方式 因此向他大力推荐 倘若凯特真的采用催眠分娩法 或将引发众多英国孕妇的效仿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